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月到原始点推广点就坚信并遵守原则至今 一年来经过原始点条例已经有明显改善 当年病史吞咽困难 视野都是重影并且模糊 腰无力 小腿硬 手握物无法持久 所以不能做任何事 比如炒菜或吹头发等等 现在除了小腿还有些硬之外 都没有什么问题了 已经能上下楼梯 遵守原始点的原则 每天都一 自己按推原始点 二 姜汤灌肠 姜汤洗眼睛 三 温敷 四 注意饮食 三餐都吃姜炒饭 姜 大小洋葱 辣椒等等热性食物 五 保持良好心态 高兴 常常笑 六 因为肌无力 最初无法运动 后来也逐渐加入成为每天的课题 在复原的过程中 值得一提的是 姜汤灌肠加上遵循原始点饮食法则 自2018年8月起不到7个月 就从188磅减到135磅 降53磅 已达到标准体重范围 开始灌肠时皮肤出现黑块 后来异常就完全消失 灌肠做法 干姜或姜粉熬煮第二或第三次的姜汤 每次用300cc 后来加到了500cc 姜汤灌肠 不仅能帮助身体将累积的肺物排出去 更重要的功用是温肤下腹部器官 这是原始点能帮助人体 恢复健康的重要方法之一 原始点按推配合喝姜汤 饮食上还要去除所有含量食物 饮品和水果 善用内外热源 加上适当运动才能有这么好的成效 从生活不能自理 经过仅仅一年努力 现在行动已顺畅无碍了 我是俊 我今年53岁 我中了中针五立针 已经有20年了 在去年2018年 我来了原始点推广点 一共教我原始点的道理 当我按推的时候 第一天 我觉得我的人很轻松 我加强我的内外热肤 并且不吃深凉含量的食物 还有我因为无力 我做运动就比较少 在去年2018年8月份的时候 我学江堂冠肠 在温敷我的回顾 我一天做两吃 在短短的七个月里 我的体重188磅降到135磅 我的身体变得很好 体力充足 真的要谢谢张医师 公众们给我一个新的健康 前后比对 处理前 处理后 好 那我们再来放的 就是牛皮癬 牛皮癬一般 医学很难做出来 现在原始点速度可快 各地都有 那案例累积还蛮多 那我们还是选其中三个来放 牛皮犬案例 贵阳 等一下 很辣这个 痛吗 这个好够后面 你一定要运动 不运动不行 它已经完全没体力了 才会肿成这样子 温敷还要喝姜汤 不然没有热人了 它要修复 一定要动到很多热人 它的脚肿 脚肿也是一样的问题 也是热人不够 你跟大家讲了几句话 我感觉牛皮癬 像要30年了 一次比一次发的更严重 每次都是看CG 吃它的药 然后查到药 永远是不会断根 所以这次朋友啊 亲戚鼓励 一定要来 经济会 吃药会打着 把它永远断根 差不多都没办法走路 进来 是人要扶抹进来 因为我的脚已经肿到 什么鞋子都通不进去 把那个塑料袋这样子 一路爬上 我们总了一个礼拜 就非常见效 所以现在大开脚 一个多也改善得非常的快 体力也非常的好 生病后 还能爬捷印的楼梯 十几到二十趟 以前就算我们的生病 没办法爬 所以是自己随着 这样子 还能做得越好 在那里面的海外 有没有任何家 明天的海外 人都没有任何人 我都没有任何家 我还有很多人 都没有任何人 品营 在海外 人乱世界 牛皮血案例 2007年开始有牛皮血 用过各种方法 吃过各种偏方 过了九年 不见好转反而恶化 全身开始水肿 稍微动一下就痛 无法工作 心情低落 更是恐惧担忧 脸、手脚、全身一直掉皮屑 真是体无完肤 以无外皮 只有皮下组织 每次一动都痛 无法睡好 真是噩梦一场 朋友介绍一个原始点 调理牛皮血的案例短片 我们看到它情况 也很严重 用了原始点完全康复 这给我们很大的希望 于是找到了旧金山原始点的服务处 2016年9月3号 开始进行原始点的体验过程 第一次到推广点时 志工告诉我 每天都要拍摄 一定会有明显变化 而且只要照着原始点的方法做 必定会改善 刚开始 我半信半疑 拍了两周 也没有太大变化 旧金山推广点 派志工到我们家做家访 仔细关怀 我们哪里做得不到位 发现我们 姜水煮得太淡 室温太低 温敷也没做到位 结果 经过志工指导后 短短一周 就明显看到改善 2016年10月24日 一个半月后的脸部 手部 脚部 及背部 这一个半月的进步改善 我们太感谢 也太感动了 我觉得是 一 志工爱心指导 及细心按推 二 程先生的心灵指导喊话 三 喝比较浓的姜汤 四 多温敷 尽量休息 五 做运动 两个月后追踪 身上的皮肤 完全康复 两个月前 两个月后 两个月前 两个月后 两个月前 两个月后 还有一个视频 我也不想不信 实际上 两个月 从2006年 那是在 Los Angeles 我工作过 工作 努力 像暂职 也有疾瘦,也有食物 但是在10年以後 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 有些东西出现,有些东西出现 但是在最后,我身上不出现 我身上不出现 所以,我没有穿过短的衣服 只是短的衣服 但是,我可以遮住 因为我必须给家庭的钱 但是,去年16年 我想,年冬天以来 我很渺悶的冬天 我被从头上还没窍 咱们看到了 从头上到头上 所有 aucun其他地方 我也不在发生了丝尔 很严重 很多象征尾 主要是在肺脏上 我可以走 我认识,我认识,凌生 但是我的妻子的朋友住在 Philadelphia,西班牙 她拍了一些影片 她拍了一些影片 我太驚訝了 我以前是很難相信 但因為影片很刺激 我去了SanFrancisco 我讀了中山Cung 那時是我生活了 我是不是移動了 不是卻的 最初的一段時間是 我讀了中山Cung 我讀了中山Cung 她完全是很誠意 我讀了中山Cung 但他們說 不要緊 你看就知道 你可回不見 但是我又很難 因為我發生了很多希望 但我完全失誤了 但是他很瘋狂,很瘋狂,很瘋狂 你知道嗎 但是第一天我記得他把我的草莓包放在那裡 好痛苦 我拿到我的毛孔 好痛苦 但是你們知道日本人是英文人 沒有痛苦,沒有贏 但是很痛苦 因為沒有地方去過 在 2006 我第一次去的醫院 他們給了很多酸酸 酸酸酸 一些療療 當然,我放了 只要一段時間回復 但是我停止了 我停止了因為我感覺很危險 所以我開始 在開始 我把草莓包放在臉上 臉上 臉上 因為痛苦 我好像臭了 很痛苦 但是我只是相信 他在說 我的妻子同樣 我也是一樣 但是 但是 後來 更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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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但是 幾個月後 後來 我感覺到 我的臉 和你的手 最初 甚至少 我感覺到 希望 我感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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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 更多 我 是 我 可以看到 我 我 看到 看到 我 我 都 都 做 我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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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想去想 我一直以為是在10年來 我真的想去寶寶 只是這年的寶寶 一定要享受寶寶 也想去寶寶 那我真的想去寶寶 我很想要這些工作 和我的生命 和我的家 在他第一次来的时候 看到他的情况 我跟他说绝对会好 为什么 我有信心 我有信心我跟他说会好 他也有信心 对不对啊 这最要紧 同时我也跟他讲过 将来会不会过程中间 你可能会碰到表皮硬崩 可能会碰到表皮亏裂 你也可能会痒 你也可能会肿 你也可能会糖水 因为事前我已经给他打过防疫针了 所以他心里很笃定 知道这些现象只是过程 所以这些现象出来的时候 他并没有很紧张 我第一次给他按推完了以后 我给他敷姜泥 腿上敷了 他一个晚上没有感觉 没有灼热感 手上有微微的 他唯一的改变是 他从当天晚上回去 八天等着睡觉 需要第二天下午睡觉 第二次来的时候 我爸在渡江 他手上过了十分钟 有点灼热感 但腿上还不明显 到第三次的时候 腿还没有出门 就已经有灼热了 那么这个中间 他也产生了皮肤 光纵很紧 有灼热 也有亏裂 糖水 糖水的时候 他那个 推进套 把它包住 包住以后 水躺了都湿大大的 然后又粘在皮肤上 然后穿着袜子 穿着鞋子 这个水都把鞋子里面都淌湿了 因为他知道 这一切是修复的过程 所以他不担心 如果一个志工 没有这个经验 哎呦 真的 我不敢做 对不对 你看我们一没有信心 今天一没有信心 他跟着就倒了 可以这么说 这正常现象 第一月做完 拍了这些相片 Chris跟我说一句话说 我觉得再过一个月 我就会好 上个礼拜来 我问他怎么样 他说好像有点 有新的疹子 好像那红肿 小块出来 背上呢 又开始有点 不是那么平呢 我说 这很好 好现象 你要记得一点 尤其是这么重的患者 当他身体在恢复的时候 是全发胃 所以后面还会反反复复 反反复复 今天我要看到他背 又好多了 背部第一天 一个月后 这些都是恢复现象 他现在自己感觉 有精神 有力气 不犯困 是不是 不犯困 我觉得我们成功的因素 来自于患者自己 本身的坚持 跟配合 最奇妙的就是 大概第三个礼拜 我原来有的流皮血 都正常了 我就觉得很奇妙 因为我十多年来 什么都试过了 中医 西医 针灸 一个月的变化比对 一个月前 一个月后 原始点 大概三个礼拜 就有这种效果 我觉得太奇妙了 不可思议啊 在绝望中找到希望 就是原始点 因为我绝望好久好久了 而且 陈太太 陈经理 和这些志工 真是很有爱心 很有耐心 他们对这种事 让人感动 要继续录 我要继续录 哦 都平了 你看 对 这是不可思议的 我所有办法都试过了 只有在这里找到答案 很感动 你们这答案 我们放心了 谢谢 看了这个案例 上升应该是什么意思 上升应该是什么意思 真的 真的 让绝望者看见有希望 不可思议 真的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牛皮癌目前是医学界很难处理的 甚至几乎是根本就处理不来 那现在你看陈大明30年了 而这两个一个9年一个10年 对这种病对他们来讲真的是折磨 他这么久的病 你看陈大明 差不多三四个月就改善非常大 那到了原始点 越来进步越快的时候 第二个日本人 他也是很严重 他差不多两个月 那到了这一个这个也是很严重 三个礼拜就开始见效 等于时程怎么样 越做越短 因为我们的热源越来越怎么样 越知道怎么来应用 那整个方向绝对都是对的 那为什么牛皮癌 中医也做不出来 西医也做不出来 很道理很简单 因为这些牛皮癌体无完肤 而且皮肤呈现常常是红色的 那中医辨证为怎么样 热性体质 所以就会开寒凉药 那就完了 刚好方向相反 怎么做得出来呢 是中医最大的问题 那西医呢 他没有热 里面所有药全部寒凉 所以只能说完了 那恰恰好这些牛皮癌的 都是严重的 热能不足 那你们现在就知道 那这些病到目前全球来讲 我看也只有原始点 也就是你们这些志工做得出来 那你想想看喔 这是医生做不出来 那这些被做出来的 把他做出来的人 没有一个有意识制造的 我越来越觉得这个世界 非常颠倒 只能说这个世界已经非常颠倒 专业的做不出专业的样子 但不专业的却做出专业的样子 好 那还有一些精彩 因为有移住之案 我刚刚又想到一个血癌的 那我们还是把它放一下 从今年的1月6号开始 从晚上流鼻血 然后流到隔天 然后隔天之后 我爸就带我去医院检查 因为小诊所没有开 所以就到大医院 大医院就是要抽血嘛 检验出来就是白血球8万 后来又送急诊之后 又再检查一次 变40几万 然后来到台北原始点 做重症咨询之后 就每天早上 9点10点去爬山 然后中午就回来休息一下 然后下午看张艺师的光碟 然后就按推 文夫和酱糖 回家再正常的作息 从刚开始 刚来的时候 我只要爬楼梯爬1-2分钟就很喘 然后到了第五周的时候 就可以登上1950公尺的九五峰 然后一直到现在 体力都还在继续恢复当中 直到现在已经2个多月了 现在假日的时候 就会从内湖 然后走三路 一路走到故宫去 全长大约2个小时 也不会觉得累 到晚上的时候 还去逛摄影夜市 去年1月我儿子得白血病 那7月在... 7月底的时候是病危通知的 那病危通知好不容易 一个礼拜后到处了病房 那时候他拜訪你 那我前一天说 我帮你抬牙医 他以为那个商大和小孩都要在床上 因为他没法下床 然后我跟他坐下床 他说要下床 要上厕所 那我说好下床 那我还不上厕所 那天他上厕所 我要帮他签通 不用签 那上厕所回来跟娘说 这什么东西 你不会教我 我说 哎呀不是你 我都不知道我会这个东西 那我到台北上中正之行的时候 找张艺琴 张艺琴说 那你学多久了 我说我认识五六年了 而且我自己学了我都不相信 结果一路上走过来 真的原始天很好又 很神奇 谢谢张艺琴 这位丁小弟现在非常健康 然后他爸爸也因为这样的因缘 他们开始只要癌症了 他们都接 那最近他正传给我的 是一个附水的 已经癌末附水 然后我看他几天内 慢慢就让他有改善 而且现在底力正在恢复中 所以他说他已经救过很多这种 癌末患者 所以越做越有信心 好 那 这些放的喔 案例喔 你们看喔 从我这样早上这样放 那么多案例 很多都是医学界 连一个也不一定很容易做出来喔 这些都很难做的 结果我们好像 现在已经各地怎样遍地开花 有这种味道了 好 那我们也就是 就是这么严重的慢性病 还有西医说喔 甚至是不能治的病 也慢慢这些三头 我们慢慢正在功课中 那我也有期待各位继续努力 那我们在这些都放完了之后 现在唯一一点就是 我还没有收集到见动人 你们好好努力啊 如果有自豪的再寄给我 我认为这个三头应该也可以功课才对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页 二 研判患处体伤所致症状的治疗范畴 若严重急性病症 通过原始点所有方法 包括姜粉 姜粉泥 姜汤 口服 灌肠 涂抹 或喷鼻腔 口腔 体伤位置 以及姜汤清洗眼睛 阴道 尿道 膀胱 仁无效 甚至恶化 或严重慢性病症 通过原始点所有方法 经半年仁无效 甚至恶化 或非原始点所能处理的急性脉伤 组织受损之症状 如脱臼 断肢 粉碎性骨折 大量出血等 以上均属患处体伤所致之症状 且皆已超过身体能够自我疗愈的范畴 这些原始点处理无效 甚至恶化的症状 除脱臼可寻求中医协助外 其余需审慎评估 从果处理是否有效 若有 交友新医治疗 若否最好安于现状 除此之外 其余各种疾病症状皆适合 以原始点医学处理 此治疗范畴 与中医极为一致 与新医则有差别 好 这一段 也点出了 我们说原始点 它遇到了很多 所有方法都用了 它没有改善 而且体力也在恶化 甚至症状也在加重中 那到底是正常恶化现象 还是真的已经超出人体 自我范畴了 那你看它里面讲 所有方法当然 包括把热源送到体伤位置 所以这个就不需要 不需要考虑 只有考虑这两个方面 一个是正常恶化现象 一个是怎么样 超出治疗范畴了 那怎么来辨别呢 很简单 急性病 你用尽所有方法都没效 尤其又来得及 你就应该要做了断了 这时候 因为又很紧急 可能你也不能拖 如果真的 你看是不行 马上立刻 如果评估西医可以 那就送 如果西医也不可以 那我就不说了 那就是安宜现状 也不用送 那我们来放一个案例 也就是我看 这个原始点应该 不可能立刻帮它处理 所以叫它先去倒尿 来 我们来看这一个 子宫肌瘤案例 是不是已经脏起来了 对 但是它三个肌瘤很大 哦 是这样 它剩三个肌瘤耶 对啊 这样会痛吗 会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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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从嘴上上到现在 哎呀 那么久 对 那这个它如果太脏也不行 而且你倒面 还是先把它倒出来 对啊 我们都很担心 它另外有做影片追踪 然后就是再问它 哎 它病就 隔了几天它又去爬山 然后口中含姜粉泥 因为它已经吃不大下 好 那慢慢几天之后 这样体力慢慢恢复 哎 尿图难间就好像 湿进这样一直流下来 就是爬山的过程 好像还有一个影片 我在台北前不久刚放 就是这个影片 好 那 这一个是怎么样 它三颗子宫肌瘤都非常大 然后尿尿不出来 西医说就是因为这三颗引起的 所以叫他一定要开刀 那这一个患者刚好 之前有学过原始点 所以他深信不疑 然后他家人也施压力 叫他要去西医院 他就是跑到基金会来 那那一天来刚好我在 我就去看一下 然后我试着帮他想帮他推 发现哇 整个肚子都脏大了 然后尿又尿不出来 稍微碰就很痛 然后我看情况很紧急 我说不能脱 当下做决定 马上怎么样 去西医导尿 他导完尿 听说导了1200cc 那回来之后 哇 他这里就可以再推了 那这样开始每一天推一推 那慢慢就消了 然后当然中间有配合运动 好像三到四天 就整个恢复正常 那现在都OK了 那肌瘤还是在啊 但这些尿的功能都完全恢复了 所以我为什么最后这里写的 这一次15版二刷 就是希望我们还要浆汤怎么样 清洗什么 清洗阴道 尿道 膀胱 准备有那个尿不出来的 因为你只要一进去 它尿就出来了 这个不需要医院做 我希望说由你们来做 所以喔 这一部分 我觉得也不难 因为它只是借助一个器具 所以这一版 下一版15版第二刷 这个都会写出来 让大家像这种患者来 那就是叫 如果说他自己可以 那自己去用 需要人家家人旁边帮忙 那就由家人来帮忙 那这些都不难的啦 好 所以 有没有 就是原始点做不出来 也有可能 类似像这么紧急 那怎么办呢 就去吸先倒尿了 那以后这一部分可能 我们如果做出来之后 以后连这一个我们都 都可以自己包了 就不用 不用外包 我们全部一条龙把它做出来 好 那慢性病 什么情况下 我们 我们就觉得没有效 像很多人就会问我 其实慢性病 大家不用担心 最慢的 三到六个月 一定可以改善 如果连六个月 一点点改善也没有 那就是属于怎么样 男治之病 他以后要好 我认为不大可能 几乎 激励非常小 好 那我们来放一个 这一个后遗症的 那个中风后遗症 中风后遗症案例 厦门 厦门彭先生 2009年 10月9日 脑出血中风 做了开弩手术 手术后 瘫痪在床 无法站起 2011年底 遇到原始点 双腿肌肉 已萎缩 彭太太 认真学习 原始点理论 及手法 帮她按推 经过一年的努力 中风后遗症 已有大幅改善 我老公就突然这样倒下去 也去动手术 医生撞手术完出来 跟我讲说 你老公 手术是很成功 但是 他的讲话 是要你先教小孩子 一句一句的教他 一手一脚就不能动了 其实 我在撞风 撞风时候 我自己讲话 听不清楚 听不清楚 自己听不清楚 对 我现在 跟老婆老婆 每天按摩 又死掉吧 现在 有时候 跟老婆 小吵架 又吵架了 现在她一天 可以爬一百多层的楼梯 这个地方 走路小铁士 每天多天 每天早上 一到晚上一整天 爬楼梯 现在目前爬楼梯 六十层楼 每个半个小时 客厅 走路走路 差不多 试探 不要放手 还 等等 在每半个小时 在滑上 护手 滑上 护手 出去学义行 滑上 好 手 每五分钟 举手 十五下 每半小时 刷手 三十下 太好了 我每天都 每天按功课表 要自我要求 太乱了 好 OK 2014年5月15日 帮太太推柔 2014年8月1日 晒衣服 2014年8月1日 更换衣服 这位患者喔 他经由也是脑出血 然后他当然第一个是到西医院 西医院开刀了 那开完刀 情况更加恶方 几乎整个摊在床上 那变成讲话听不清楚 你们也刚刚也都听到了 但是西医他们的结认是 手术是成功还是失败 手术成功 只是他讲话要像小孩子这样 那为什么西医会这样判断 很简单 他们是处理异常 我说的 检查出来的异常形态 他们直接这样下手 那我已经说过 那个检查出来是不能动的 体内的异常形态 绝对不能动 你破坏了很多组织 旁边都会受损 那一定会有后遗症 所以当你热能够 如果他组织受损会自我修复的时候 如果你能够这样让他温敷 很多好起来 他是没有后遗症的 但有后遗症也就罢了 现在他摊在床上已经满久了 那他太太听到原始点 就开始帮他按 然后刚开始当然也寻求中医种种 都没有效 还是下不了床 然后最后听说原始点才开始用 然后按完慢慢就有办法下床 然后听得到 然后慢慢恢复 然后最后他又懂得热源 所以进展也蛮快 好 在已经都完全了解原始点的状况下 他用了多久 用了一年多 但你们有没有注意 他很多地方都恢复了 但唯独右手有没有 他右手还是有没有力 无力 那超过半年还无力 那这个几乎已经确定怎么样 他的右手属于蓝症之病 以后会不会好 肌力很低 即便他再怎么努力 以后要恢复很难了 那 像这种蓝症之病 好 我说的就是原始点的极限 那如果到了极限的时候 原始点都做不起来了 我们说 这已经超出人体能够自我修复的范畴了 那只好怎么样 从果解症 他问题从果能不能好 我看也是不行 所以像这种评估 你可能送他再去医院吗 不可能 因为他就是医院 医院手术后的这些后遗症嘛 那西医院如果能处理 早就处理好了 他就是处理不行 我们接手的 然后把它好不容易处理好 但是问题这个右手 等于经过西医也不行 原始点一 最后右手也没有把它处理好 那你从果人解症嘛 我看也是不行 那这个时候你建议他去医院 他也不去啊 那同样的类似这样的病 很多原始点做不出来 你以为去医院就一定能做得出来吗 类似这样 我认为未必 所以为什么做不出来 我们还是要跟患者很负责的讲 我们要仔细评估 如果像倒尿第一个案例 上一个案例 那这个可以去马上 西医就有办法帮他倒尿出来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处理 或一些很多附水的实在 已经呼吸都很困难了 他先解症 那我们也不反对 但是附水如果一直抽 到最后也好不了了 一定还是要温敷热炎大量进去 然后患者知道要运动 然后有体力之后 他就有办法把多余的水排除出来 这样才是根本知道的 好 那这是第二种状况 也就是慢性病的情况 原始点做不出来 另外 第三个就是急性外伤 比如说撞到了脱臼了 脱臼我也没有教你们 脱臼你不能说 比如说肩膀脱下脱臼了 你不要叫患者来 我帮你肩部原始点揉揉看 看会不会跳回来啊 这个就不要想了 这个一定要有特殊手法 那这个特殊手法很简单嘛 你找中医就可以了吧 中医这些高手多的是 那再来像粉碎性骨折 已经都粉碎如果没有离开 只是一节一节还在固定位置 那我认为原始点还是可以 但如果已经裂开 四分五裂的情况下 那我建议这时候怎么样 找西医就对了 你可以评估吗 这个西医比较强 那就会让他让西医处理嘛 我们不是说西医全部不行 有一些他们行 我们当然就找他们嘛 然后比如说被机器压断了 手掌了 那你也不能留着用啊 你不能把它合起来 撒姜粉啊 这个很危险的啊 那这个应该要怎么办 赶快啊 赶快去给西医啊 缝合啊 对吧 或是大量出血 已经血都流光了 你再补也来不及了 这时候 可能要吸引赶快 输血或红壳 那这些我们都不反对 那在急性的外伤 比较有可能 比较有可能遇到这些啊 那这有一些 这些急性外伤 原始点不可能 有什么效果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真的 仔细评估 该给西医的时候 重裹解证 我们还是给西医重裹解证 好我刚刚举的这三个 就是大原则 其余的我没有说的 就代表怎么样 反过来这些不能治疗的 反过来就是 通通是原始点人治 那你们这样再想想看 原始点人治的病 到底有多少 你们通通不用听西医说的 这是什么病 多危险 他们讲法太深入了 太理论化了 这些根本都不用听 反正所有的症状 你不要管西医说什么 你就是照原始点的 我说的三大疗法 诊疗合一的方法 直接该从症下手 按推就按推 该从症下手 该内外热炎就内外热炎 很多西医说难治的 有时候很轻松就可以解决了 所以原始点人 他到底人治的病有多少 我认为 这些不能治的病 本来就很少 反过来说人治的 哇 那就更多了 等于未来我对原始点是怎么样 充满无穷的期待跟希望 而这恰恰是患者 很多走投无路的时候 最后的一个依靠所在 以后要依靠你们啊 好 那这个原始点能做的 我认为跟中医比较一致 因为他们治疗的方法 三大疗法 中医 我说一针二揪三用药 刚好针就是我们的按推原始痛点 那揪跟药我认为 也只不过是一个热源 那原始点能做 如果中医也能够这样做 那当然我相信很多病 中医也能做出来 但原始点能做出来的范畴 那么多 跟西医到底人治的范畴 有多少 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现在今天刚好放的 很多我都是没有放啊 比如什么胎死附中啊 这个是如果胎死附中 女孩子啊 你们会找中医还是西医 西医 那如果有原始点呢 你们太聪明了 这个法而是原始点的擅长处啊 真的就是 尤其胎死附中那个案例已经 也是多到不行 这个等于你们懂的方向 就能做出来的 那很多 因为我认为原始点现在 不是要展示什么实力 只是在放的过程中 让你们知道 为什么这么简单的道理 体伤跟热能不足 就能解决那么多病 大家还在冰敷 还在用含良药 那你说又有什么办法呢 好 那也就是 西医到底人治什么病 我们也要来评估一下 那我们开始来看看下一段 对西医的一些看法